底下一个问题说 前往妙于尽乡 耳伴时时想起呼救神 冤枉神 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果有这种境界先前 一定是附近这些地方 有这些孤魂也归 没有人祭祀 他的求你帮助 你可以诵经念佛给他回乡 或者你想对齐悦了 齐悦说我们中国人要诡计 你给他烧一点纸钱 也可以 这个烧纸钱这段事情 应光发丝 他老人家的态度 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为什么说不赞成呢 这个不是佛门 佛门里面没有这些 佛门里面只有送金 只有这个 以金咒的价值 但是在习俗里面 特别是鬼道他需要 其他的道里面 他就得不到 他就不需要 但是 虽然说六道 你看我们习俗里面总是说 人死了就做鬼了 没有说人死了 他又到人间来了 人死了身天 没听说 都听说什么 人死了就做鬼了 这个话 绝不是空穴来风啊 一定有道理 那你想想看 哪个人没有贪心 贪心变过鬼 反而是有贪心的 都到鬼道去了 毕竟是贪心的人多 所以大多数死了之后 都到鬼道去了 回到贪心 所以烧之前 他有用 他贪 他还是喜欢药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英光法斯不反对 如果他真的到鬼道里面去了 你也不要把他的财路打了 所以祖师这个态度是正确 这在我们想法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